上個禮拜跟大家講過 會有些新的馬騎船 不是新出 是我們新道貨 也要跟大家看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有朋友說了 Hello 鍾鍊挺漂亮 Thank you 是挺漂亮的 我真的覺得挺漂亮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 叫做 煙 是不是 紫皺 皺美髮 不是 怎麼讀這個字 糟了 突然想起來了 皺美花? 煙美花? 糟了 我忘了怎麼讀 突然間 怎麼讀 煙美花 是不是 我記得是什麼花針 但我不太記得的名字 這個輕輕擦一擦膠紙給大家看看 我可以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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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口水 鼻仁魚 現在有人說了 鼻仁魚 這隻呢 是鼻仁魚的 Korsofa 版 而 但他這個Kosova的名字 應該是叫做萬希全聯成比高集團 為電影事業而做一個推廣 亦都是為了創意文化去做推廣 而令到有這隻手錶去生產出來 由於電影都是以比較科幻的元素來做主題 所以這隻手錶就是一隻幻彩電導錶殼的陀飛輪手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其他地方見過 因為其實未人魚都出了好幾年 這隻手錶也不是最新推出的 因為其實萬希全是這樣的 萬希全這個品牌 基本上這隻手錶不說是限量版 他本身也是限量的 因為始終陀飛輪是沒有很大量生產的 每一出幾千幾萬 沒可能的事 所以呢 之前是沒有的 就是要給我們 對啦 很老實 你要訂的話 也可能要訂好一段時間才有的 這次就輪到我們了 可以拿到了 那就可以跟大家看看 那這隻美人魚呢 其實就會是在陀飛輪裡面的一個 嘩 糟了 這條包帶可能不可以戴手套 那我盡量小心 那他其實呢 就會是 以 萬希全裡面 星行系列的設計 來做這個藍本的 是的 我先看 那這裏呢 就會見到他會 一個幻彩的標學 那是 做一個 好像電影宣傳海報上面那時候 那個色彩變幻的一個美人魚 而他呢 就會標盤 就 主體呢 就會是一個 腦空的設計 是的 主打一個 腦空設計 但是呢 其實呢 由於他裝飾太多太密的關係 所以他那個腦空程度 不算很高 的 主要是在陀飛輪那個位置 上一上鏈 他這個 標罐呢 就收了在這個十二字位 因為呢 在三字位是不可能做到的 軟軟的上一上 對了 我儘量小心一點 因為我沒有戴手套 那這裏呢 就會見到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 幻彩色彩虹電盜 即是說 其實呢 除了 G-Sock之外呢 都小品牌出彩虹電盜 那萬希全都會是 小友裡面的其中一個 那 說的是彩虹電盜 在3.6L精鋼上面 是吧 電盜上的鋁 等等 就不說了 那些不算 但是呢 你在不鏽鋼上面做 是會相對難一點 所以就 比較小品牌會這樣做 那 剛才可以看到了 他這裏呢 還會有一個 藍色的一個 電盜的鋁 那 襯回去 這個 這個 比高 比高 集團 是的 集團來的 我怕說錯 是的 比高集團的一個 logo 是的 這個比高集團是什麼呢 就是周清慈先生 一個香港人 基本上都很熟悉的 一個大明星 那 他創立的一個公司 一個製作公司 那他也是一個 上市公司來的 那 那萬希全呢 就跟他做了一個 Cross Over 等等 我都要 小心點說 我怕我說錯 因為太多細節了 那他這裏呢 就會見到有一個 好像波羅文那樣的 一個甲板 金色藍色這個位子 是吧 波羅文的圖案 海藍色的甲板 是這樣子 踏出 這個海洋的主題 那 還有呢 就會有一個 18K的 方形框 去串聯著 各個時間的位置 的組件 Hello Chiholi 你好啊 這個 這個金色的位置 全部都是18K的 這裡 模仿成為 好像沙 那樣的形態 冤 哦 冤 謝謝 我讀冤 哇 這個冤字我怎麼打都不懂 你真是 謝謝你 好歹你 好歹你講的 OK 那這款呢 就 就是 這個 18K金 再加上 陀菲倫 都已經所廢不妃 那 另外呢 這一款 就會是 哦 你去金色的地方 18K金的地方 就會形成沙的形態 那下面呢 就會有一個 藍色的 一個波紋 海浪波紋 的一個 甲板 它呈現了 其實就好像 地球有70% 比海洋覆蓋的 一個概念 在上面的 其餘地方 都是陸地的 一個 意思 是啦 做了一個 效果出來的 其實它這個設計 是有一個 這樣的意思 那這款手錶呢 說回來先 那這款手錶呢 就會是 全球限量只有 100隻 那 還有 萬興泉呢 就很老實的 我可以很安定 大家講 他說限量100隻呢 就真的只有 100隻的 所以呢 每人買走一隻呢 它真的會 少一隻 那它只會 只有這麼多 就不會存在著 嘩 好像出極也有 那樣的 本身和陀菲倫呢 它不捨限量100隻 它都不會多的 這個就大家可以有一個 很清晰的共識 看一下 好 那三點鐘為止 就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 三點鐘 陀菲倫的這個裝置呢 就會是 星行系列的 一個 超大的特點 那 它除了這個 陀菲倫的這個裝置之外 那 也都會是 做了一個 一體成型的 特殊 立體 藍寶石 玻璃 去裝在這個 三字位 那 令到無論是正面 還是側面 都會是可以看到 那個 機械裝置 的活動 等我一會兒 那另外呢 你這裡呢 如果你真的 看不到 焦點 你真的去到 這個 側面 去看它 其實你會看到 它好像 有些特別的 出現了 我看清楚 是 其他角度 是看不到的 你在底部 還是在表面 都不是很看到 這個 裝置的 樣子 它就好像 有一條 金龍 好像 在一個 珍珠上面 那樣的效果 這個工藝 真是有些了道 不要開玩笑 另外呢 去這裡 還有一個 六字位 有一個 夜光 半球體的 GMT 兩地時間 顯示器 就好像 月球 那樣的效果 而且 它還會有一個 好像 夜明珠 那樣的效果 不是 好像 它真的 夜明珠 那樣的 你看到 它這些 到處都沒有 夜光效果 除了時分針 下面呢 這裡 就會有一個 美人魚 在這裏 舉起雙手 好像在這裏 跳舞 那樣的效果 再看一看 看一看 看一看 這樣可能再清楚一點了 時分針有夜光 藍色的夜光 還有 六字位夜光珠 那裏 都會有一個 女士 應該是美人魚 做一個 跳舞的狀態 好 然後 還有一個 九字位 就會由珍珠背墓 打造成一個 腦空偏心時間錶盤 這一塊 都會是一個 珍珠背墓 你看到 幻彩的效果 是非常明顯 它還有一些 很漂亮的背墓 對 而中間 就會是一條 由背墓 雕刻 而成的 一個 美人魚的尾巴 再加上 四顆 珍珠 去做這個 時間的黑道 而另外 這個 1 2 4 5 這些位 這些八條 都會是一個 藍色的 一個 藍色電道的 一個黑道 整隻錶的造型 是充滿著海洋氣息之餘 也非常漂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位置 是會動的 這個就會是一個 混天移造型的 球體裝飾 它就說是 象徵著人類對美人魚的好奇 以及追求是永遠不滅的 至於 最後 為何 我剛才說的 這隻錶帶 我帶手套品方面 就是 它這條錶帶 就會配襯了一個 非常之獨特的 一個 珍珠魚皮錶帶 在不同光線下 它就會很閃 非常閃的 非常閃的 一條錶帶 還有 我 因為會卡到 我手套裡面的 尼龍 那些 纖維 所以我就 不戴著手套 去給大家看 不好意思 當然我也會小心 但是 這條錶帶 它不是會掉 它不是會有東西掉 而是會欺負我 我怕我弄花 還是怎樣 所以我就 不要了 因為這種錶帶比較少見 我不知道它的特性如何 所以我就 不戴手套安全一點 反正我的手沒有東西可以弄掉 應該 除了死皮之外 OK 那條錶帶呢 就寫著 Ginian Stingway I'm sorry 應該是 Ginian Stingway 寫著 另外這邊就會印著 Memma Region 萬希泉的一個 英文Logo 整隻手錶的整體設計 就是這樣的 這隻手錶呢 就會是由 232個組件 還有18個保石俗成 去形成這個 自動上鏈的 一個陀飛輪機心 動力儲備 40小時 震頻 28,800 OK 還有呢 就會是 印了公司的名 BGM 黑了在陀飛輪裝置上面 噢 對了 這裡 它呢 就說它是 在一個不影響穩定性的情況下 就將它 BGM 即是比高集團的那個名 就印了在這個 應該叫 雕刻了在這個 陀飛輪裝置上面 顏色這一部分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鏡頭一邊 錶帶很閃 對 它這個錶帶是很特殊的 還有它不是一粒粒的裝上去的那些 它本身的皮質是這樣的 我覺得很漂亮的 真的 它真的將美人魚這三個字 展現到 由電影 到那個概念 到它真的落到手錶上 完全全將美人魚這三個字 印了下去 無論是 錶盤的設計 到它的錶帶 都是有這個概念 有這個感覺在裡面 另外 它擺陀 還會有 哦 這個是18K金的商標 還有黃金原片 都是比高集團的商標 剛才也說過 還有 還有呢 的確 這裡的資料寫著 它是 為了達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彰顯它這個品牌的魅力 所以呢 的確 一個藍色的雕花的鎖 再加上 這兩塊 18K金的原片 本身那個工藝 真是很到家才可以做到 的確 它這一隻 是一隻 嗯 它自己的宣傳稿 就這麼說 美人如聯名的這款 駝飛輪碗錶 是由內到外 都一絲不苟 它不僅是一個報時的工具 還是一個宣揚環保意識的藝術品 我很認同 這個是真的可以做到的 它不僅是一隻錶 還會是一個宣揚環保意識的藝術品 是的 那麼 而買這隻美人如錶款呢 之前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了 買在全球的Facebook page裡面都說過了 那麼買手錶呢 還會有一個這樣的東西給大家的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 你當是擺手錶的Display 這個呢 就會有周星馳先生 親筆簽名的一個 物件 我還沒說過 也會印著 有沒有金綠色看什麼 金綠色是什麼 金綠色是什麼 不是很明白你說什麼 對了 會有這個 美人如一個跳舞 就是剛才夜光珠上面的樣子 它印在上面 那麼這一顆呢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要打開個仔 咦 看不到 糟糕 這樣會不會看得到 太光了 那麼這個呢 它是一個燈來的 做了一個夜光珠這樣的設計 真的太光了 我看不到 大家應該看到它的燈是著了的 對 它是黃色的燈 這樣會比較清晰 對 那麼它呢 當你買了一隻錶 之後呢 這樣擺在這裡 就是它的設計概念來的 當然是 固著它這樣擺 有沒有金綠色是什麼 阿梁忠 你好 但是你說什麼 金綠色是什麼 不好意思 我一時間我真的想不到 OK 那這款呢 大家 大家都看到它 這麼漂亮的各種工藝在裡面 有 草紅電道 有陀菲倫 也有珍珠背舞 也會有一些真是天然珍珠 也有一個十八K金的各種裝置 一些很漂亮的設計 再加上升行系列 這一塊 這一塊 超厲害的一塊 藍寶石水晶玻璃鏡 是真的厲害的 很厲害的 即是如果熟制標工藝的朋友 你們就知道這一塊鏡 那個成品率是多麼低 超級難整 我還記得它當初說研發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耗費了多少材料 多少多少材料才可以做出來 當然啦 這裡也會有底蓋 還有面子也會是藍寶石水晶玻璃鏡 這些最基本的一些基礎配置 還有這裡也會有美人魚 哎呀 先反過來 美人魚電影的名字 還有字形 它印在上面錶底蓋的圈位 哇 它連這些啞位都做了彩虹電腦 真的 很細細 做得很仔細 另外就會 看完 連這個錶球 都做了彩虹電腦 我們來看看它的錶球 裡面連一粒 連一粒蘑菇 都是彩虹電腦 底 都是彩虹電腦 基本上沒有可能 從一個位置看到這個 不鏽鋼的位置 在這裡 圓圓全全 真的可以達到一絲不救 這四個字的境界 這隻是 嘩 我弄了手指無傷 我先看一看一看它 好 好了 到這裡 梁忠先生 你是不知道 先生還是女士 梁忠 你沒有說六金色 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你是說哪一隻 但是我估計 你應該是說萬希全 我們不會所有標款都有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看某些款 不好意思我們沒有現貨 你想要我們可以幫你訂貨 但是你要看看現貨 我們就沒有 我真是不好意思 我真是不好意思 或者你可能 找我們客服 看看可不可以幫到你 看看如何出示到一些相片之類 可以讓你看到 好嗎? 好 到這裏 當然是說回 價錢 我想 大家 對賣以前 有一點認識 但是 這一隻 我 自己 都對他有一點認識 但是我猜不到 他是五萬元工價都不到 這個是 比較 驚訝的一件事來的 因為他這麼多工藝 有18K金 又背舞 又唐飛輪 各種 連臂帶都特別漂亮 各種電腦 加起來 加起來 竟然不到五萬元工價 我覺得是 很神奇的 當然我們都會有些 給我們自己會員的優惠 所以 49,527 我沒有什麼資料證明 他為什麼會 設定這個價錢 因為是零丁 但是 可能跟他電影的某些數字有關 48,48,48 48,48 應該不用 是的 49,527這個價錢 真的 是很驚訝的 這個是我 第一次知道他這個價錢的時候 我是小猜不到 我以為他點到五六萬的座底 因為馬興泉 他本身也有一些 我們很久之前有說過 我忘記了 就是我們可能 其他片段有什麼那些 有說過他有一些近十萬的款 或者是 用了一些翡翠啊 一些好整隻都是鑽石的 可能十幾十萬都有 但是這隻這麼多工藝加起來 竟然是五萬元都不到 我覺得是 挺神奇的 就是我自己會覺得 真的值得 是超值的 因為他 不只是做的 唐飛輪錶這麼簡單 他還會有很多 各種各樣的 奇思妙想 各種各樣的一些 細節位 就是好像剛才 連錶購所有位置都做了所有電腦 其實真的 不是每個牌子都會做 你之後可能電腦是黑色 你可能會有些細節位 他也沒有黑色的 有機會 但是他做到這麼全面 再加上一隻 唐飛輪錶 我覺得這個價錢是 真是起出妄外的一個定價 還有也叫做支持一下電影業 可能他跟 因為跟周星馳先生有些合作 可能也會有些 支持電影業的一些 舉動會在後面 那麼我們這些就 9527 哦,還在哪裡 哦 是不是 是不是 陶學威龍 還是唐伯虎 開始有9527 我不太記得 陶學威龍 有沒有9527 這個號碼呢 但是肯定 唐伯虎 裡面 就一定是9527 是不是 還有帶著他的小強 這兩個字 都在那裡 很出名的 我也知道 哦 所以就 49527 OK 好